蛋仔派对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 千万不要吃掉雪王房子前面的冰淇淋啊 千万别吃 总所周知 蛋仔派对中有很多的道具 大家遇到都会捡起来啊 我遇到炸弹 就会捡炸弹 我又捡到了一个铁球 可是啊 蛋仔派对你千万不要捡雪王房子前面的冰淇淋啊 千万别捡 小伙伴们 原因我来告诉大家啊 伙伴们 众所周知 蛋仔岛更新了 第一个更新了一个大雪王在蛋仔岛到处乱走呀 第二个蛋仔岛更新了一个雪王的房子 雪王房子里原来是个商店 GK妹在这里卖东西啊 伙伴们 有人和我说蛋仔派对只更新了一个雪王和一个雪王房子 伙伴们 错 错 其实蛋仔岛还更新了一个冰淇淋 伙伴们 难道你们还没有发现吗 雪王房子门口有一个红色的小汽车 在小汽车的轮子的左边 这里有一个冰淇淋 伙伴们蛋仔派对 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 千万不要捡这个冰淇淋啊 小伙伴们 因为我发现这个冰淇淋原来并不是吃的 你们看 当我没捡到它 它会有一个恐怖的名字 叫冰淇淋炸弹 我试问一下伙伴们 原来这个冰淇淋是一个炸弹啊 可以冰冻其他的人 所以伙伴们 蛋仔派对 你千万不要捡这个冰淇淋 因为它是一个武器啊 Oh my god 我试问一下